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当然也非常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议题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头其实如果看到我们在访问书 或是在谈很多的议题的时候 街友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议题 一个面向 那街友背后可能他所出现的是跟贫穷有关的一个事情 那去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新的组织 新的联盟成立 这个联盟叫做台湾社会救助法修法联盟 那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 就是希望能够进行这个社会救助法的修法 那社会救助法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修法 那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所谓的街友的处境 或是某种贫穷的处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 盲草新协会 我们知道盲草新协会是一个关于街友的关怀团体 或者是一个倡议的团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为什么你们会去组织起来一个叫社会救助法修法的联盟 这个联盟最主要推动的事情是什么 好的 那我们这个联盟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社会救助法非常 当中非常不合理的一些成就的规定 还有延习自上个世纪的一个就是很多比较成就的不合理的 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思维去做比较大幅度的修法 而不只是小福修法这样 那之所以会起心动念做这个修法的联盟倡议运动 其实民间一直有在要改革社会救助法的呼声 只是说我们的行政机关向来是比较要抗拒去改变 那有一个组织的惯性 那么我们盲草新协带头起来组织联盟 其实有一个活种是2017年的两公约国家报告国际审查 那个时候联合国专家就有很明确的在结论新意见做出建议说 台湾应该要像其他先进各国一样要有无家可归者的专法 而且要有非常清楚的全国无家可归者的统计的资料库 那要能够准确反映台湾贫困人民的现状 那么我们为福部就是后来就是虚晃一招委托一个研究案之后 就没有下文 那在2022年的审查也没有一个 也没有主动向国际专家报告 那我们台湾的无家者又被社会救助法排除的特别厉害 所以就使我们会想要带头起来做这个 那我们一发起之后就发现 有很多不同的弱势的服务团体有共同的困境 因为社会救助法它就是排除了各种的弱势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 所以大家就有共识来组成这个联盟 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 国际对我们的期待或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一个 跟街友有关的这个相关的无家者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法令 可是其实为什么会跟社会救助法有关系 因为它排除了某种的街友吗 还是说它排除了它没有办法去实际解决街友的一个问题 然后它又不定一个法令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干脆我们先从这个法令 社会救助法开始来着手 以我们的估计来说 它排除了大部分的穷人 不只是这些无家者穷人也被排除了 那无家者被排除的特别厉害 有9乘5的无家者 根据统计都是没有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资格 那这其实非常的讽刺 因为他们已经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都支付不起了 但是却有9乘5是没有低收跟中低收入户资格的 那什么是中低收入户啊 就是当然它有一个贫穷 我不能说我自己很穷嘛 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中低收入户嘛 然后它一定有一个在法律上面的一个定义 或者是一个标准 那社会救助法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底下 它可能会提供什么样的相关的协助 我们听到我们这边什么什么 甲级贫户 乙级贫户等等 那这些法律的这种界定跟贫穷 跟无家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好的 那我们台湾对于这个 低收入户的规定是说 它的全家的家庭总收入 平均除以它这个家庭人口的人头之后 算下来每日每月的这个月收入是低于最低生活费 那这个最低生活费是由政府公告的 那六都各有一个公告的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然后台湾省还有一个 那就是说其他县市就是适用台湾省的 那如果是连江县就是适用所谓福建省的 所以台湾其实有八个对于这个 贫穷线的这个金额的定义 八个不同的定义啊 对 所以每个区域依照区域来做区分 对 那如果是非直辖市 那就是依照中央的公告金额 那直辖市就是直辖市自己公告这样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依法是依当地区的 这个美人可支配所的中位数的60%去计算 对 那我们联盟在推估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 也是用这个规定 然后用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这个 加户收支来推估 所以你们推估有多少的人口 然后跟政府所认定的这个人口数 或是你们觉得实际的贫穷 跟政府认定的贫穷之间有什么样的落差 目前政府它 基本上它并没有每年例行公告 所谓实际的贫穷率是多少 它是直接把已经通过 低收跟中低收入户审查的人口 或加户数加重起来 那大概58到60万人之间 现在应该已经降到58万人 你是说政府的认定的标准 依照它的计算方法 不管是哪个地方加起来大概是58万人 对 全国加起来 而且近10年是还微幅下降的 没有上升下降 也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富裕的意思 是从政府的标准里面来看 我们认为它是没有看到穷人 OK 对 那我们自己推估呢 全国是有12%的民众 他的生活是低于 这个最低生活的 12%就是240万 280万 280万 对 OK 那政府的这个58万人是大概全国人口的2.5% 所以两者就相差了将近10%的落差 也就是大概220万人是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体系之外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政府有它的公司 那你们的公司跟政府是不一样的吗 还是认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呢 因为我们在推估这个贫穷人口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最低生活费来推估 OK 因为政府呢 它在审核 审核的过程中 它会有很多的附带的规定 所以问题其实不是在于贫穷县的定义 我们的定义基本上跟欧盟是一致的 用就是所得真会数的60% 对 所以这个定义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有很多不合时宜的附带条件 阻挡了人们去通过低收入户的审查 所以最后真正能够进到社会救助系统 取得这个低收资格的 跟中低收资格的只有这58万人 也就是说你如果按照所谓的联合国 其他国家甚至台湾自己的标准 来做统计的话 它可能也一样是有这个280万左右 可是实际上面可以领得到 这些所谓的所得 这些相关的补助的 其实也只有50几万 对 那中间的落 依照这个部分的50几万 这中间的差200多万 所以你刚刚谈到说 是因为某种的审核标准 使得你会觉得是不合时宜 因为刚刚强调 不断地强调不合时宜 使得实际上面能够拿到的 钱的人是少的 那当然 没有拿到钱对他来讲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到底有哪些所谓的不合时宜的 这些规定跟办法 然后让这些人该拿到的 国家的支持补助 而没有办法拿到呢 好 有几个很明显不合时宜的规定 那有一条是叫做虚拟所得 或者说学名叫做拟制收入 意思就是说当我政府 我查不到你的薪资证明跟财税资料的时候 我就假设你已经有一笔基本工资的收入 但其实你根本没有这笔钱 是我政府为了行政上计算方便 我就预设你有基本工资 甚至是你有行业经常性的薪资 比方说 等一下 他没有工作怎么会有基本工资的收入 对 这个就是一个 你是说他没有工作的话 政府就认定每个人都有基本工资 对 他预设你就是 这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很奇妙 这是语法有据吗 还是他到底是怎么去算 怎么去认定的 其实这条规定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而已 没有其他国家有这个规定 所以其他国家的学者听到都瞪大眼镜 非常讶异 那这个规定在立法理由 其实卫福部也不是很清楚 他叫我们民团去查立法理由 什么 卫福部不知道立法理由 对 因为早期 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所以他是在2004年的时候 由社会救助法的施行细则 去把他由行政院提案修法到 社会救助法的本文里面 变成了一个很僵硬的法规 不过他的真正这个法规的发明 是在更久远以前 是在60年前的 1963年的台湾省社会救济调查办法 对 那个时代 其实他只是一个补充规定而已 那那个时代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戒严的时代 大概戒严令颁布十几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政府基本上是不信任所有的台湾人民 也鼓励台湾人民之间不要彼此信任 所以他就预设说如果你没有收入 你年龄刚好在劳动人口的年龄 那你就是好事懒做或不是神残 他就会预设你有基本工资 预设你有一笔基本收入 他这样的概念一直被行政机关延席下来 乃至于习严不查 那一直到1980年社会救助法正式立法的时候 就这个规定也就 就直接搬到那个法令里面 应该是在行政的负责里面 对 还没有到本文 到本文是2004年内政部 所以这个还可以闯官闯到本文去 对 那他修法理由就是说 为了让家庭总收入的计算有个依据 就没有什么逻辑 就是说有个依据 有没有所得 我想我们的国税 我们的税务机关都很清楚 这所有的人赚多少钱 你只要你的老板有诚实的报税 所有人的税都涨 所以现在我们也都 以前在填那个所得申请的时候 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现在不用嘛 电脑一查就有 但这个其实电脑一查不是就有了吗 那怎么还会去延续 我把这个法条念一下 就是虚理所得 应该是在社会救助法的第五至一条 对不对 这一条说法条 这个法条就预设了这种所谓的劳动人口 只要你可以透过工作赚钱 有工作能力 为就业者会在收入计算时 预设你有所谓的虚拟所得 这是他这个法条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然后现在的基本的所得 最低薪资是2万多 对 现在已经到2万7了 所以我们不会有穷人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2万多的收入 政府就预设说只要你是在工作年龄期间 没有特殊情况 你就是一定会有2万7000多的收入 所以随着基本工资提高 他会排除更多的穷人 不是 那我们有很多劳动部的失业补助 那个人在补助什么 这个法令之间不是有充满很多的矛盾吗 这个国家说你不是穷人 所以你的所得 所以我就不用再补助你 然后劳动部说不是你失业了 然后你没有钱 我要做某种的补助等等 这个很荒谬 就是国家不同机关在打架 然后你刚刚是说在过程当中 就自然而然的进去 法条里面 对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 已经是他们操作几十年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是当成 这就是一个惯例或习惯 OK 把它放进法律 只是方便他们行政有个法院依据而已 这并不是以穷人为主体 或以使用者为出发点的思考 完全是行政本位主义的思考 那你们有跟他们沟通过吗 其实这二十年来民间团体一直跟政府有在沟通 但他们很抗拒这件事情的改变 所以虚拟所得就是假设大家都有钱 所以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就不符合我的补助的标准 可是实际上是没有钱的 那这当然对国家来讲可以省一笔钱 可是在现实上面这些人还是一样的贫穷 是啊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虚拟所得 我们听到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法规之外 这个社会救助法的这些法规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你刚刚谈到不可时宜的地方 还有他预设说 你要申请低收入户 你一定要居住在你的户籍地 那你的居住地跟户籍地必须是一致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在外县市租屋生活的人 那也有很多无家者 他可能他流浪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户籍 或者说房东不给钱户籍 甚至他就是没有住所等等 那什么都要绑户籍的限制 其实这也是蛮不合时宜的规定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给你补助 必须你是在你的户籍地的居住的 有居住的事实 或者他只会去补助那个户籍的里头住的人 可是你可能不住在那里面 对不住在那里你就不能申请 对你一定要住在你户籍地的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跟你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申请 对那其他国家并没有绑户籍绑得这么严格 那我们台湾的其他法令也有承认实居地的 实际居住地他不一定绝对要户籍地 但是社会救助的低售入户这个部分 他就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定是要住在户籍地 所以这也同时排除了很多族群 包括说租屋住可能房东不可以入户籍 那包括流浪的无家者 那包括已经在台湾成立家庭了 但是他还没有申请到台湾的国籍 因此也是还没有户籍的这个新住民 新住民也是 对那新住民他算有另外的新住民发展基金的支持 但那毕竟不是正规的 可是他是一个基金 他不是一个国家的直接所谓的正规的协助 对 没错 所以他必须要在他的户籍地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人是移动的 然后特别是你刚刚谈到如果是一个无家者 无家者他的原因很多 就是说他可能会 我就是跟家里处不好 或是我觉得我在家里面没有我自己的立足之地 然后他就会开始像吉普赛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游历 或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 那这些钱就没有 或者是他可能到别的地方去讨工作了 只是说他的能力或是他的机会受到限制 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这批人也会被排除掉 可是他也是真正的贫穷者 对 就是他们 如果说他并不在他的户籍地工作跟生活 那就也会被这个社会救助体系排除 这的确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这个法我们才简单的听了两段 就是就发现这个虚拟所得 然后这个户籍地虽然是非常非常荒谬 那看起来我们国家蛮多穷人 而实际上面按照刚刚谈到的标准来看 有200多万人 可是实际上国家支出去做这种补助的 其实是很少的 只有50万人 那当然背后有非常非常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荒谬现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经纬来继续跟我们做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东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运 基督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能够对这些议题更深刻的了解 并且能够想想看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疫情之后我们的这个捐款事实上是一直往下掉落的 所以我们的定时定额的捐款 大概只有在疫情前剩下差不多一半的这些金额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希望你可以来支持我们继续的走下去 做更多更好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的是社会救助法的修法 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 我们的盲草新协会的专员王金伟 跟我们指出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法令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一段还要持续的来跟王金伟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金伟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在金伟在前面是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有一个法律 然后我们有280万 依照这个统计有280万的这个所谓的贫穷者 可是实际上国家在给予支持的这种 补助救助的大概只有50万左右 那这个账面上很好看 可是实际上面 这个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明明落差那么的多 那政府居然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 那这个理由竟然还是定在法律上面 例如说刚刚谈到的这个虚拟所得 或是在户籍地 那我觉得那个非常非常的不务实 以及非常的荒谬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好奇 就是刚刚谈到虚拟所得是说 政府会假设每个人都有所得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基本薪资 就是来算嘛 就是一个人大概应该都会有2万7 那可是当他假设你有2万7的时候 你就不会符合这个基本收入 因为他觉得你也可以有能力工作 要不然你就是来诈骗政府的钱嘛 那但是有没有在实际上面真的是这样吗 例如说我可能就是一个打工仔 然后我可能到很多不同地方打工 又很努力 可是呢我就是在 我可能很多问题很多的条件 使得我的这个工资 其实可能只有2万 因为我不是按照基本工资 我可能就是一个打工仔 我就是拿实薪嘛 那我去跟护证机构 我是跟政府机构 我就只有2万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申请到社会补助 因为他实际上只有2万 不是你认定的这个虚拟所得2万7 那是不是就可以突破 这个非常荒谬的这种做法 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对 那其实2万是高于大多数的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我们不要讲2万 我们讲1万2好 1万2 OK 如果他一个月他只有赚1万2千块 然后因为打零工的关系这样子 然后他跟这个设证人员 或者说去公所的人员讲这件事情 自述他的收入 他有可能 那他可以拿出证明就是1万多啊 对 如果他没有证明他可能不被财信 可是就算有时候很吊诡 就算他有证明也可能不被财信 为什么 因为政府可能会预设说你可能有些钱是藏起来的 或者说你应该要赚到更多的钱 就是他把这个工作的规训跟事实认定混淆在一起 所以像实务上也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人他的收入可能一个月就是只有1万多块 那仍然被地方政府设计他有这个虚拟所得基本工资2万多块 像是2万6千多块 那他当然不服气啊 因为依照法令他拿得出薪资证明的话就应该要 你薪资 而且如果觉得他有问题 他应该去查那个他的老板雇主的账啊 对 怎么会去查到他的呢 怎么会是直接认定你是假的呢 是有问题的呢 对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为了行政上的便利 然后跟算是行政人员本身的价值观跟不信任 那他后来告到这个行政法院 那行政法院就判决的这个理由 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政府这样子设算 当然与法令有所不合 不过呢最后判这个地方政府 因为他有裁粮圈 所以也没错 所以我们的行政法院是就法论法就对了 对他说没错的理由是说 因为其他人已经被设算了这个虚拟所得 所以你不被设算就是会不公平 不过他把这个规则反正就不公平啊 然后你就把不公平去让所有人都面临到 这个非常荒谬的不公平 对所以一个有问题的法 他会衍生出更多有问题的认定这样子 对等于是其他人因为其他人被歧视了 所以你也应该被歧视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其实 如果我们不是去企划这个专题 我们可能也不会知道这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还好你们去做了这些所谓的倡议 待会我们再继续谈你的这个倡议的工作 可是我还是先回到那个法的本身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有一些荒谬的情况 例如说刚刚谈到的这个虚拟所得 例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户籍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荒谬之处 使得这个社会救助法能够去服务的对象 他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呢 好那我们的社会救助法 因为他是以家户为单位 然后以家庭为中心来进行这个申请 对那所以他是预设 基本上你的一等亲 或者是你同户籍的这个直系亲属 就是基本上是有百分之百的互相辅助的义务 就算你实际上已经失联很多年了 就算已经没有在一起很久了 那这件事情就是 所以他假设每个人的家庭都是和谐的就对了 对他假设每个人家庭都是和谐的 而且你的收入跟资产 百分之百会跟这个当事人share 完全平分 对那这个其实在各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他这个假设会让我们觉得 必须用整个家户来做一个 一个统计的标准的意思吗 对 对那他的家户经常是脱离现实的 像我们服务的许多的无家者 其实跟他的孩子或者是 他有可能是没有办法跟家庭人共同生活 甚至他可能是被弃养啊 对对对 那被弃养怎么会是和谐 然后你要把 不管是他是被他的小孩弃养 还是被他父母亲弃养 你要把父母亲的这个所得 反正他还在户籍 还在这里面还是一家人 然后就灌在这个人的身上 表示说你们家平均起来 你是超过两万七三万五万 所以你不符合这个资格标准 对很多人就因此被排除在外 那你们介绍这个案怎么办 他们怎么生活啊 这个很离谱的一种状况 其实大部分的无家者还是靠自己的 打零工的收入来支撑生活费 但是他赚到的钱 除了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之外 已经没有余力去租房子了 所以才会流落截头这样子 那政府当然这也许是某种 现在法规的限制 那当然政府在这种限制必须去改 可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去 从政府的角度有什么其他的 这个角度去协助这些中低收入户或是贫穷者呢 就如果我真的没有钱然后我又被卡住 那难道政府就要看我白白的饿死吗 政府它有一个所谓的急难救助 那急难救助它可能会给予 如果说你最近三个月之内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 然后导致说你的生活会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话 那你又是涉及在那个县市的市民的话 那就可以使用急难救助的这种短期一次性的支持 那一次大概6000到2万块 商账补助大概会到最高可以到3万块 那它是多久可以申请一次啊 其实一年顶多一两次 一两次然后急难救助也有一个 也应该有一个标准在吧 要不然每个人就不要社会救助 不够罚去申请急难救助就可以了 对基本上还是会看你那个室友 是不是最近发生的急难的事件 那如果你是长期在街头入宿的无家者 那就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超过三个月以上 他不会认为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你就是无家者这样子 你就是好吃懒做啊 他就会把你归类为所谓的游民 那在台湾游民并没有被定义为经济弱势者 而是独立成一个领域叫做游民 什么意思 什么叫游民没有被定义为成 对因为我们在法律上 就是因为社会救助法的定义 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 才会被认为是所谓的经济弱势者 那其他的人呢 顶多被认定为是社会弱势者 比方说街游游民或者受家暴者等等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其他很多的法令 包括住宅法等等 他都是参采社会救助法 对于这个低收入户的认定标准 所以游民在住宅法里面 也不属于经济弱势者 甚至在我们的300亿的这个租屋补贴里面 他也因为不属于经济弱势者 所以没有经济弱势者的加码倍数 所以他先被社会救助法排除第一次之后 再被其他的相关法的法律排除第二次 对 那根源就在社会救助法或于严格 可是他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实体 是 那他在这个相关的法令里面 找不到一个可以去对他协助或是保障的法规 是吗 台湾基本上就是没有无家者的专法 所以就是有各个县市自己订定游民的这个 这个自治的条例 治理的条例这样子 OK 好那这样的一个社会救助法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 我不晓得你刚刚一直在谈的是一个本位主义 就是这个行政机关怠惰 然后就不断的沿用一些旧的这种一些规范 然后做法也没有太多的思考 可是他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一直跟我们整个的社福的预算也好 或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福利的这一种 所谓的资源有关呢 就反正我这样认定也好 我就省省钱 而我们整个社福的预算就是那么少 OK 那这个可以这样来看 就是说 因为行政机关它有一个组织惯性 而且通常会沿袭往年编列预算的那个额度 或者他即使有成长 他也不会想要成长太多 那行政机关他比较不会主动去提出一些理由 来大幅的扩别这个社福预算 所以这个必须取决于就是政治的领导者 或者国会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有比较不一样的愿景 真正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大幅强化我们的社福预算 那我们如果看 从2010年到2022年的这个 全国的社会救助的总经费来说 2010年 好 这边有数据 大概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救助的经费 占我们全国GDP的比例是0.35% 所以连1%都不到 那2011年开始因为有新增了中低收入户这个类别 在低收入户之上又增加了中低收入户 所以2012年的时候我们社会救助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0.42% 不过就从2012年之后开始这10年之间 这个比例是一路往下的 所以每年都降一点降一点 那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降回到0.31%的比例 也就是说比2010年更低 还要更低 对 那我们也实际上看到近十年来 全国的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的总数 是没有上升还微幅下降的 对 那这个政府它的解释是说因为少子花 那我们当然是不认同这个理由 对 因为我们看到的问题在于说 你严苛的这些审查认定标准没有与时俱进 才是真正的根源 对 那这个标准当然不止严苛 而且是荒谬或是不可思 那其他国家呢 其他国家会有什么虚拟所得吗 我觉得这应该你刚才说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那但是他们认定会是以家户吗 或是有户籍吗 或是这些他们对这些所谓的中低收入户 或是无家者认定的方法又是什么 他们标准又是什么呢 那我们如果是以欧美或英美来说的话 他们比较会从你个人的情况 或者是你个人的家户 如果你有抚养子女等等的话 他并不会把你没有同住的什么父母亲啊 兄弟姐妹啊 没有同住的子弟亲主一起算进来 这样 那我们看就算是强调亲属之间互助的责任的日本好了 就算是日本他也是只看你有真正同居共财的人 他才会当作你是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共同体 甚至于说你名义上是配偶 但是已经分居多年 没有真正居住共同生活的事实 他也可以不算进来 那如果是说有抚养 他有付一些抚养费给你 他不会因此把他的收入跟资产百分之百 当成你可以支配的钱 而是只算他抚养你的那一小笔钱 那国家的补助费再从那里扣掉一些就好了 并不会用那个来当你的认定的资格 那台湾就是非常的严苛 甚至说人家付你一点抚养费几千块 就把他的每个月收入几十万 就灌到你那边去 对几万都灌到你自己身上 也就是说即使在日本这种 还是会强调那个家庭关系的这个社会里面 他也会知道每个人都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或者是每个人他其实也不一定真正统住 每个人之间的情感也不见得是那么的好 就算有一些协助 他也不会就是说你们就是一体的 对那日本的无家者 甚至他就算睡在路灯下 他也可以申请到生活保护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社会救助 那在台湾你路灯你当然没有户籍啊 你户籍不能设在路灯 所以是没办法申请 那他们有关这种无家者的专门的法律 还是一样就是用类似像社会救助法的方式来去规范 日本除了生活保护法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社会救助法 在这个之上呢 还有所谓的无家者的自力资源法 还有生活贫困者的自力资源法 这个是介于所谓的劳保健保 以及底层的生活保护之间的第二安全网 所以他们除了第一安全网跟第三安全网之外 还有第二安全网 但我们台湾是比较是没有第二安全网 而是只要你没有被第一安全网接住 你就很容易一下掉到社会救助 就最后一道防线 但这最后一道防线它又破洞百出 也接不住大多数的穷人 所以它有一些层层的一些认定的标准 或者是这些应该是网络 那这网络是可以一直塞塞塞 或是它至少你不会直接坠落 然后在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这个网子 不同的层次当中 可能会有不同的协助的方式 以及认定的方式 对 那你们当然是提 这个成立的这个联盟很重要 就是要去推动修法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立法院新的会期才刚开始 然后又是一个新的戒期 那你们接下来要 希望能够修哪些内容 以及你们要怎么去推动呢 好的 那我们 有几个方面的诉求 都有反映在我们对这个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政策索帖上面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 台湾首先要承认穷人的存在 毕竟连日本跟南韩他们都有 每年例行 他们都有例行统计 那大概都有15%到16%的穷人 至少先承认穷人存在 然后例行性的去公布 那接着就是要把你救助的人口比例 要尽量贴近于这个实际的贫穷率 这样子 那重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要 摆脱上个世纪的很不合实力 对 不合实意的假设 像是虚拟所得 像是预设有一个很强大的 家庭支柱的功能 家庭支柱啊 那基本上我们是希望 要以同居共财的这个的人 来真正作为你的 这个生计共同体来认定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 关于户籍的这个规定 也希望不要硬性规定 而是你的10居地 就可以 向10居地的政府来申请 这个低收入户 那此外我们也希望 那个 未规划我国的 但是已经有规划资格的 新住民也可以享有 同样的申请低收入户的权利 毕竟他们在台湾工作 缴税 抚养孩子 是不是 公民应尽的义务 他已经都尽了 甚至还负担很大量的家户劳动 等等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有 这个低收入户的认定 那我们也 有透过这个全国民意调查 发现 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 这些做法 那此外我们也希望说要 在社会救助法里面 要有一个无家者的专章 那无家者专章呢 它就是 可以把无家者 接回社会救助体系 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救助体系 就是 太过于以 所谓正规的家户 为中心 那又非常硬性规定 所以把无家者 排除得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希望 要先有一个无家者专章 把无家者接回来 那再来就是要设计 比较阶段式脱贫的制度 让已经进入 这个社会救助体系的 这个民众呢 他可以有机会 逐步的脱离贫困 这样子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但是其实应该不是太浩大的工程 因为民间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 以及政府 其他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做法 当然它的浩大可能 会是来自于这个 立法院的这个廢时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们也会去做立法的游说 对 我们会做立法的游说 那我们 特别会对这个 不只是立法委员 也会对总统候选人 以及已经 已经当选的总统 进一步的来 这行政部门也是要去做一些倡议 对 因为这会涉及 你一个国家怎么看待穷人 还有你要不要负起 辅助贫穷的主要责任 那我们台湾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 国家一直是把辅助贫穷的责任 丢给家庭去承担 对 这个态度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对 那也是行政部门 他一直也不愿意大幅度改革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的基本假设就是 由家庭来支持穷人 那国家只是附带性 但这个假设在21世纪 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 这的确是我们要持续关心的这个议题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敬畏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让我们听到 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法规 非常诚客无效的这种法律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心这个议题 也会持续的做相关的追踪 谢谢金伟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